记者杨新会台北报道,散布性私密影像层出不穷,据妇女救援基金会统计,去年向妇员会求助遭散布影像的被害人高达350件,但台湾并无针对此的相关条文,无法加害者进行有效制裁,妇员会拟定侵害个人性私密影像防治条例立法草案,力推专法,若未经对方同意录制私密行为, 或是未经同意散布私密影像者,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,妇员会在2014年设立性私密影像外流求助专线协助被害人,去年求助被害人达350件,执行常犯刑表示,全球以持国立专法出立未被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案件, 然而台湾却只以刑罚中的散布猥亵物品罪,恐吓危害安全罪或是诽谤罪等法条判刑,实际判决多为6个月以下,还能以一颗罚金了事,完全起不了下足作用。 据妇员会统计,散布性私密影像大多发生在行人之间,法律辅助基金会律师诸方军指出,不少家害人会以散布性私密影像为手段, 要协被害人不得分手,或是强迫发生性关系,过去有女子遭男友胁迫不能分手,但女子不肯,于是该男竟将他的落罩传给他公司的主管,同时,造成他身心严重伤害,在复原会的草案中,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得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,以强制暴力方式胁迫,则可处五年以下。 得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,另外,草案参考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护令制度,提出禁制令,若性私密影像又外流情形,法院可合发禁制令,在影像外流遭大量复制前,以法令要求加害人删除相关影像,并不得对被害人骚扰,跟踪等行为,否则将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及100万元以下的罚金。 律师陈明清指出,在新的草案内容中,特别将网络平台业者纳入规范,警察机关在案件受理的24小时内,应通知业者移出网页,保全证据,业者则需在警方通知后的24日内配合执行,否则可处20万至100万元罚款。 可按次处罚,犯行指出,草案8月6日将举办公厅会,接住会尽快送入立法院审议,判能以最快时间通过此案。